富邦仁壽有毕业大专篮球联赛 六强副赛的最后一阵 关心还没尝过败机滋味的世新大学 今天要过招的 是前站以74比34 写起对手台式大 不过这是下户不了咱们卫冕军的 开赛就宛如猛虎出闸 今年大日的李英奇 先是在三分身外来一具长城导弹下毛威 然后下到禁区内挑战篮筐也没问题 开赛一分多中 这位球队打下五分 这双队友陈玉体灵活运球 搭配流畅的步伐 甩开严防就是差短进球 带领世新 拉出19比2的猛烈攻势 第一阶打完24比11 温元军展示领先 不过台式大这边 也没有让他们得意太久 前一战生涯助攻术 标破两百的大四队长徐诗涵 今天退到三分身外扮演神射手 无论四十五度角 湖顶或是底角 什么位置统统都拿不到 整场比赛终继统轰下六级外线 假出生涯新高 二十二分外带五助攻 带队先提拨跨界三十三比十的逆袭 先是在第三阶中段 逆转取得领先优势 同时台式大也在防守端加压 让世新二三两间 分别都只有个位置竞争 台式大渐渐关注战局 带着51比39的优势 进入关键决胜节 尽管世新万元疑似游骂 以及领英杰试图带队反攻 全场分别贡献13分和14分 终究还是无力逆转战局 中场74比61 是台式大赢球 不止以六强赛五连胜的姿态 跟上四强的头号种子 更中断世新 跨季38连胜的新人创局 华推胎综合报道